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够用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摆势顺利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又见耶和华是他手里所办的 竟都顺利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伺候他主人 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 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 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创世纪三十九章 二到五节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他就在所做的一切事上都蒙福 他主人的家 他主人的家也因此而蒙福 约瑟在他父家平安受宠爱之时 圣经并未记载 耶和华与他同在 却在被卖之后 圣经就多次如此的记载 可见我们若在平安顺遂中 很难看到神的同在 若在一无所一时 才能感受并经历神自己的同在 许多时候 我们似乎一定要进入一种 非常的环境 才能与神有非常的认识 主耶稣 我知道你并非是向我隐藏 而是我在快乐如意时 就会忘记你 艰难困苦中 却才愿意来寻求你 我的艰难中 总有你预备的美意 孤独无一时 你也必定要显出你够用的恩典 若是唯有苦难 才能让我亲近你 我也愿意经历试炼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他来回头开一看 他的恩典一路相伴 闭上眼有心去感觉 他的爱从不曾离开 太习惯 太习惯 你将会发现 乌云背后 还是要蓝天 张开手 迎向每一天 他的恩典一定都有 你日子如何 你日子如何 明亮也如何 他因时永远 不会改变 要相信 明天将如何 明天将如何 他安定一定够用 每一次で 每一次跌倒 每一次跌倒 站起来 我站起来 每一次跌倒 站起来 要相信 不管 明天讲如何 他暗点 一定够用 接下来 回头看一看 他的恩典 一路相伴 闭上眼 有心去感觉 他的爱 从不再离开 抬起头 你将会发现 无影背后 还是有蓝天 张开手 迎向每一天 把你的蓝点 一定够用 你日子如何 你感觉如何 他连续永远 不会改变 要相信 幸福了 明天 照顾 他暗点 他暗点 一定够用 每一次 跌倒 转起来 更刚强 你照顾 走的 更有力量 要相信 他相信 幸福了 明天 照顾 我 他暗点 他暗点 一定够用 啊 日子快乐 你那年如何 还是永远不会改变 要相信无论 你天长如何 好安靳一定够有 每一次跌倒 站起来更刚强 每件不早的 没有力量 要相信无论 你天长如何 好安靳一定够有 要相信无论 明天长如何 他安靳一定够有 好安靳一定够有